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汉江自宁墙发源 在缅县冲出了秦帕山区的峡谷 进入宽阔的汉中盆地 从地图上看 汉中盆地就像一颗形状不规则的枣壶 枣壶的右端便是汉中盆地东部城固阳县所在地 人称汉上明珠 尤其是阳县北部兴隆岭 那里森林茂密 沟涩纵横 湿地密布 成为珍稀冻植物的生活乐意 而地势平缓的南部地区更是鸟语花香 风景优美 南北植物在这里交香杂柔 一些世界级珍稀动物也在这里频频出现 形成了其他地区难得一见的生态繁荣的盛迹 而这片神秘的古地也孕育出了举世文明的东方文化 中华文明也是从这里借助汉代张迁几十年不远万里的数度远行 一路向世界拨散 在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中 从这片肥沃土地所散发出的璀璨光芒 一直不曾被世人所忽略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有一个成语 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叫南菊与北志 意思是南方的柑橘移植到了北方 口感就会变得苦涩 没有了甘甜的味道 事实上南菊与北志之间确实有一条线 这条线通常指的就是淮河这条南北分界线 然而最近科学家们发现 中国柑橘分布的最北界 其实并不是位于淮河附近 而是在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的山谷之中 城固位于汉中盆地中部 北一秦岭南望巴山 汉江在南部蜿蜒流过 发源于两侧山岭 注入汉江的大小河流达到九十余条 由于气候湿润 水气丰沛 城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百分之六十四 数以万计的植物在这里茁壮生长 在城固有一种植物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它的身影出现在秦岭地区 使得这片土地增添了许多令人好奇的谜题 这是位于城固南部南正县一个普通的村庄 农前时 村里的老人们喜欢制作一种特殊的家用床垫 原料就来自于生长在秦岭南坡的棕榈树 考察组了解到 当地百姓很早就已经知道 秦岭南路可以种植棕榈树 他们利用树皮和纤维 自制床垫 缩衣 棕箱等日用品 如果说是用的时候就这样 上面这一部分 保护这上半身 下面的保护这个下半身 最早的咱们老百姓 做农活的时候 当时没有雨劈啊 这些东西 最后就这取材 就把这个棕榯上面这个东西 拨一拨下来 这些农贤之余的劳作 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手工技艺 传承至今 在我们的印象里 棕榈是典型的热带植物 最常见于北回归县以南的 广西 云南 海南岛等地 陕西南部 怎么会出现棕榈树的身影呢 设置组决定 邀请当地的植物专家 在秦岭南路 展开考察 李央凡 汉中市林野局高级工程师 长期致力于汉中地区植物分布 及生态环境的研究 李央凡带领地理中国设置组 登上城固西侧的一座山峰 这里生长着一大片茂密的野生棕榈树 它那个高的大的 时间比较长的 然后这小的这种呢 它就是 那个籽落下来以后 应该就是它的儿孙背 所以几十同堂 这就是一种自然状况 大小不一 记者发现 这种生长于秦岭南坡的棕榈树 比常见于南方的棕榈树 普遍矮小 李老师告诉我们 这是植物为了适应气候环境 而改变自身的结果 气候形成的条件 首先取决于纬度 其次是地形 从纬度上看 城固地区虽然处在暖温带的末端 但是由于秦岭的阻挡 南方来的暖湿气流 在这里预阻抬升 形成丰沛的降雨 而降雨的强度 又会随着山势的增高而改变 植物分布也受此影响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 大概就是700米左右 就是说再往上 你可以远处看 那边就800米以上 那个植物了 它一般都是以蒸叶林为主 800米以下也阔叶林 而且这个800米以下的 最典型的就是这种棕榈 你在800米以上找不着了 李老师说 近十几年来 科学家们发现了 秦岭南坡海拔800米 这样一个新的地理坐标 它不仅是秦岭南坡 陈叶林与阔叶林的界限 也是许多南方植物 生长的最北端 人们广为熟知的柑橘 就是其中之一 为什么城固地区 会成为柑橘等其他 热带植物分布的最北界 和这里的气候地形 是否存在关联呢 在向导的带领下 考察队来到了 位于城固北部的菊园镇 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 一片壮观的绿色菊树 再过几个月 漫山绿意将变换为 烂漫的金色 听说菊园镇生长着一棵 树林超过500年的老菊王 记者觉得非常好奇 哦 就这棵 哇 好大呀 这棵树 一般的橘子树都不大 一般的橘子树 四罐直径也就是两米左右 但是这个树的 四罐的直径大概有二十多米 在全国都是非常少的 菊王树的存在 虽然具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也反映了城固特殊的 地理气候条件 为此 每年都会有大量的科学家 到城固考察 佛平自然保护区 林业高级工程师 党高地认为 城固地区存在着一条重要的 自然地理分界线 拿一下 测一下什么 测海拔是吗 测的是尾豆 它的尾豆 现在你看它的尾豆是 北位33度 16分 它的海拔现在是多少 660多 中国的柑橘的最北边 就在咱们的这个位置 就在这个位置 对 它多一步都不会 它就不行了 品质 形状都不好 党老师的考察结果显示 城固县能够生长热带植物 都以秦岭南坡海拔 800米左右为界 这条界线 不仅仅是秦岭南坡 降雨最多的区域 也是南方植物 赖以生存的 有效积温的分水岭 所谓有效积温 是指把一年之中 大于等于10摄氏度的温度 累加起来 总和大于4500摄氏度 这种积温条件 是亚热带植物生存的基础 城部地区秦岭南坡 海拔800米 正是这一有效积温的分界线 为了更加全面地掌握 汗水流域的生态环境 科考队将顺流而下 前往阳县考察 专家说 那里的生物分布状况 很具有代表性 但是在考察阳县之前 有一个地方非常值得移去 这就是汗水的一条支流 木马河 这是一条孕育了东方文明的大江 所经之处繁华四简 生机黯然 一半年光阴 它留下哪些自然谜题 面对未来 它又将创造怎样的奇迹 系列节目 汗水清流 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靠茶队向东南行进了大约六十千米 来到了西湘县 在西湘县城南 一座名为镇水铁牛的雕像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它横卧于河堤之上 昂首西顾 造型逼真 神态栩栩如生 堪称古代工匠的杰作 考察组了解到 铁牛建于清道光年间 由于木马河常常爆发山湖 时任西湘支县的胡瑞亭 主导修建了护城的防洪堤 并驻铁牛 去镇水保安之意 专家认为 镇水铁牛的出现 反映了木马河落差大 流速快的水纹特征 实地考察 验证了专家的推测 地形决定气候 气候决定植北 环环相扣的自然地理因素 就成就了城固西乡和阳县地区 神奇的自然现象和璀璨的人类文明 这里还生存着许多世界级的珍稀动物 你看 我身边的这张照片 它就是世界级宾威鸟类珠环 这珠环原本是后鸟 可是当他们来到阳县这块宝地之后 就完全改变了迁徙的习惯 从后鸟变成了流鸟 阳县这个神奇的地方 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着这些漂亮优雅的鸟类 这其中又存在着哪些有趣的秘密呢 华英是阳县一名地道的珠环迷 为了全新观察和守护珠环 她甚至放弃了担任村干部的机会 近几个月来 华英一直在悄悄地追踪观察着 一个珠环家庭的生活 在不间断的拍摄中 华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跟一般鸟类不同 朱环喜欢在当地农户的房间屋后落脚 他们的巢也往往会搭建在 离人类住所很近的地方 在华英居住的草坝村 和村子仅挨着的一片树林里 仅击击着近千只鸟 我现在呢是站在草坝村 一个农户家的房顶上面 眼前看到的景象真的令人惊叹 你看到我前面的这片树林没有啊 这片树林和这个村子的这个房屋的距离啊 可以说是零距离 完全是紧挨在一起的 整个林子里面栖息着大概少说也有几百只不同的鸟类 那当地的老百姓说呢 他们每天晚上都是整着鸟鸣声入眠 每天早晨呢又被他们叫醒 野生鸟类和人类啊 如此近距离的和谐的相处在一起 这样的景象啊 真的是非常的罕见 不干活的时候搬个凳子都是在看鸟 是吧 跟着鸟 就是看着鸟 就来接 看着鸟 大鸟跟小鸟是为时 有没有觉得被他们所打扰啊 这生活 我们都习惯了 因为我们这个村 没有人这个 没有 没有人大鸟 就是说都 对鸟可以不是和谐 想吃 它没有 这个 危害鸟的这种举动 考察中 我们发现在阳县 朱环并不惧怕人类 他们不仅在村庄周边筑巢 觅食地点 也常选在附近的稻田里 和劳作的村民互不侵扰 各自忙碌着自己的生计 因为长期与朱环亲密接触 话音已然是一位朱环专家 他向我们道出了 朱环在阳县长期定居的原因 朱环生活的区域 位于阳县的西部平原地区 这里冬天的平均气温 高于零热视度 水不会结冰 许多稻田在冬季 并不将水放干 而是流水养田 于是 这些水田 就成为朱环饮水觅食的地方 除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之外 还要归功于 这里人们超前的 环境保护意识 村民们保留着古老朴素的耕作方式 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污染这片田地 为朱环 也为子孙后代 留下一片青山绿水 北秦巴山地果围的汉中心园 北秦巴山地果围的汉中心园 不仅是人们生活的乐土 更是野生动物的幸福家园 在阳县 不仅生活着朱环 还有大虫猫 新丝猴 和灵牛等众多野生动物 它们被统称为秦岭四宝 这不禁让人们感到十分好奇 在这片面积并不大的区域里 为何会聚集了种类如此繁多的珍稀野生动植物呢 摄制组邀请西北大学的段汉明教授 进入秦岭深处张开考察 兴隆岭在秦岭南路的中段 海拔3071米 是南秦岭的最高峰 也是秦岭四宝集中分布的地方 而且兴隆岭的山势非常陡峭 植物垂直分布带的完整性 令专家都感到惊讶 这在相对平缓的秦岭南坡 是个特殊的存在 特殊的地形 会不会是珍惜野生动物 聚居于此的原因呢 这天考察队决定登上兴隆岭 和我们一起前往的还有 长青国家自然保护区 华阳保护站的工程师 因为从华阳古镇向山顶攀爬 就进入真正的乌人区了 那里除了野生动物 没有人类活动的踪迹 出于安全考虑 专业人员的带领和指引 必不可少 保护站的门老师说 这片人类未曾插足的山林 是野生动物的真正家园 如果运气好的话 我们或许会碰上熊猫和灵牛 门老师还告诉我们 快到山顶的地方 有一处被当地人 视为奇迹的景观 大片黑色巨石 组成壮观的石海 诡异莫测 从来没有人能说清楚 这些石头的来历 门老师的话 更加激发了考察队的好奇 队员们过不上疲劳 向山顶行进 不一会儿 考察队发现了什么 它这个皮尔很清楚 它是偶踢木的 两个是两个 两个 偶踢木 紧接着 门老师又发现了灵牛的粪便 拉的是一团 小圆 我感觉这份便还挺新鲜的 挺新鲜的 冬天是干的 夏天是变成漆的 冬天为什么是干的 它吃的是干草 哦 干草 和灵牛的粪便比起来 大熊猫的粪便 真有些让人啼笑皆非 这分明就是晒干的竹子 它本身这个熊猫 是一个直肠子 从上面吃 没有味 消化的很炭 连续发现 灵牛和熊猫的粪便 考察队兴奋不已 这预示着 这些难得一见的野生动物 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然而 门老师说 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 灵牛 熊猫 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数量非常稀少 青龙岭的植被覆盖率 达到97% 要想在如此茂密的树林里 找到它们的身影 无异于大海捞针 考察队开始观察眼前的植被 随着海拔的身高 树木的种类 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阔叶林 开始向真叶林过渡 生活在交界带的一种 异常美丽的植物 吸引了考察队的注意 像纸一样 你看 很薄 红花树皮 薄如纸张 颜色红艳如火 在漫山遍野的绿色背景中 仿佛跳动的生命火焰 门老师说 青龙岭的植物垂直分布带 非常完整 这在整个秦岭南坡 十分罕见 也是秦岭四宝 聚集在这片区域的重要原因 正当考察组宁神观望时 记者忽然发现 在考察队员前方 约十米的地方 一个健壮的身影 正庞若无人的 向我们靠近 别着急 让它让它离人近一点 也是我们这里边体型最大的 不会 你现在说就可以 你现在说声音中的路径 你不要进化内 快看 走来一只灵犹 真的是灵犹 当地老百姓叫白羊 它的学名叫 金毛牛爪 金毛牛爪 头上那个脚 往后边折 发现了一头 遗憾的是 拍摄只持续了几分钟 明牛就发现了我们 迅速跑走了 那明牛都是群居的 像刚才那个单独的 就容易攻击人 幸运的是 在另一片浓密的树林间 我们的摄像机 竟捕捉到了 更为珍贵的镜头 还有两只小 还有两只小灵牛 兄弟们看 还有两只小灵牛 跟着上去了 灵牛有四个亚种 分布在秦岭地区的亚种 被称作金毛牛角林 它们生活在海拔 2500米以上的 真夜邻居 喜欢群居 每个族群 约20到30头 能在海拔2500米的地方 看到野生状态下的 秦岭灵牛 说明星龙岭 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 发现灵牛的地方 已经接近山顶 就在山体的一个斜坡上 考察队突然发现 地上竟布满了巨大的石块 原来这就是门老师提到的 被当地人称为 石海的奇特景观 经过仔细观察 段老师判断 这些起义的石头 是20万年以前 留下的冰川遗迹 段老师说 20万年以前的地球 气候寒冷 雪线比现在要低得多 海拔3071米的星龙岭 已经具备形成冰川的条件 眼前的这些黑色石块 就是冰川融化时 携带下来的冰器物 段老师告诉我们 威俄的秦岭山脉 是亿万年前 阳子板块和华北板块 碰撞的结果 山脉的制高点 便是北部的太白山 和南部的星龙岭 巨大的地势高差 为植被生长的多样性 提供了条件 也是古代冰川 得以形成的基础 高耸的星龙岭 像一道屏障 来自南北的冷暖气流 在此交汇 形成降雨 滋润了山脚下的城固 西乡 阳县一带的河谷地区 使这一区域 成为各种冻植物 生存的天堂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气候 浇灌出璀璨的文明之花 大约两千年前 诞生于阳间境内的 一项伟大发明 参与了世界文明发展的进程 这就是太伦造纸 造纸术的出现 使世界书写材料 因之发生了巨大变革 文化得以快速传播 而造纸所需的树皮 麻绳等原料 皆为汉水之滨的产物 一方水土 运一方灵秀 成故魁星阁里 矗立着百味汉中地区的名人塑像 这浓郁深厚的文化底蕴 皆因汉水而生 因汉水而流传 在汉中盆地 成故阳县一带 是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原因是 这亿万年前的板块运动 带来了巨大的地势高差 这秦巴山地 作为中国南北分界线 形成了特殊的气候环境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的就是 当地百姓对这一方山水的保护 最终为地球留下了这片宝贵的生命乐土 浩浩瀚将流过这片区域之后 还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故事呢 请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